香港當局星期三繼續在旺角彌敦道進行清場 並且逮捕了兩名學生運動領袖 陳沐輝和黃之鋒 兩日以來警方共拘捕了148人 申請禁制令的原告星期三早上聯同執達主任 去到旺角彌敦道宣讀高等法院頒發的禁令 但示威者拒絕離開 清理障礙物無法進行之後 警察應執達主任的要求接手清場過程行動 大批防暴警員進場後捉起一道防線 並且將佔領人士向後推 身穿著白色T恤戴紅帽的的士業團體代理人 隨後開始清拆彌敦道佔領區的路障 一些抗議者試圖阻止拆除路障時爆發衝突 彌敦道有六條行車線的主要街道 兩個月以來一直被抗議者封鎖 在星期三的清場過程當中有多人被帶走 其中包括學生領袖陳奧輝和黃之鋒 陳奧輝在舊島時曾表示 他們已經做好了被捕的準備 他說原告和警察來到的時候 他們也計劃準備他們的公民抗爭行動 他們做好了被捕的準備 而黃之鋒在被捕之前曾經說 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呼籲所有非法集結人士離開 停止阻塞道路 並表示對於擾亂社會秩序者 警方有決心有能力嚴正執法 如果有人阻撓執行禁制令 或者堵塞已經重開的道路 甚至是其他的道路 或者擾亂公共秩序 警方會採取果斷行動 回復公共秩序 保障公共安全 自從香港高等法院本月較早時批准清場以來 這是香港東局第三次清場 警方星期二在亞加勒街路段清場時 逮捕了110多人